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維恩 今天要來介紹第一次日本自由行的注意事項 這個新手系列會持續四週,一週一集 雖然距離出國可能還遙遙無期啦 但還是先拍起來,給還沒有去過日本的朋友們 事前做好萬全的準備啦 影片先存起來,可以出國前給他看個五遍就穩了 好不好 首先呢,出國必買的機票跟住宿 我不熟就不多琢磨 網路上資訊很多,大家自己查查看 這支影片會著重在新手不一定會想得到的細節 那麼第一點就是事前功課要做好做滿 雖然聽起來有點像廢話我知道 但是如果你沒有出過國啊 或者是你沒有去過日本的人 確實會有很多你預想不到的狀況 比方說我之前就不知道 一個新速車站 它可以大到你會在裡面直接迷路啊之類的事情 所以你真的要在台灣的時候多花一點時間查仔細 而且呢在國外你要臨時查資訊真的很麻煩 你還要考慮到網路的費用 不像你在台灣呢可能是用網路吃到飽 而且呢現在資訊真的非常的發達 你就可以直接用Google的街景啊 或者是部落客他們所拍的照片 基本上你很難找不到你想要找的店家或者是餐廳 只要你事前啊有做好功課的話 就可以省下你在當地迷路查資料 甚至是呢你跟旅伴吵架的時間 可以把你出國寶貴的時間都用在快樂的旅遊上啦 簽證的話呢過去是免簽證的 那未來必須要看疫情結束之後的新規範 所以現在暫時還沒有辦法確定 這個我也不是很熟 因為我是不喜歡比價的人 所以呢只給大家一個大方向啦 上網的方式的話基本上會有三種 Wi-Fi 機 SIM 卡 然後還有你手機本身的漫遊 基本上如果你是一到兩個人出去玩的話 你選擇SIM 卡其實還蠻方便的 因為你不需要多帶一台Wi-Fi 的機器 然後你也不需要歸還 然後你晚上呢也不需要充電 不過你要注意流量這件事情 因為呢有一些SIM 卡 它標榜是吃到飽的 但是呢你只要在一天內呢 用超過特定的流量 比方說一G之後它就會開始限速 那限速之後的速度呢 你大概只能拿來傳LINE 你甚至連Facebook那些東西都滑不動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上網重度成癮的人啊 建議你呢去找真正的吃到飽 那當然相對來講 它的費用就會高一點 這個就是看你個人的需求 Wi-Fi 機的話啊 我覺得它會比較適合 三到四個人以上的團體旅行 因為這樣呢它的價錢就會變得相對便宜嘛 而且可能家中的成員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用到那麼多的流量 你就會比較划算 不過缺點就是你要每天攜帶 而且要晚上要充電嘛 然後大家的距離就不能相距要太遠啦 所以不管是大家想要分開逛街啊 或者是說你不小心吵架的話 也是有點尷尬 好那第三個選項就是你手機本身的漫遊 不過漫遊理論上它就是最貴 那除非你是像我這種潘娜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像我2019年去日本出差的時候 我都懶得事前去預約SIM卡或者是Wi-Fi機 我直接下載中華電信還有一個APP 然後到日本機場之後再直接用免費的機場Wi-Fi 然後我就會現場去預定接下來的網路 去買日足吃到飽的 那一天大概就要300塊台幣 相當不建議 比如說你出差個5天10天 我們大家自己算一下 不過它真的是很方便啦 什麼都不用管的事 好看到這裡是不是覺得我差不多要業配SIM卡了 沒有好不好 這真的是純分享而已啦 接下來聊聊購物相關啦 因為大家到日本肯定都會買東西嘛 那像日本品牌的電器 你在日本買的話 真的是會比較便宜啦 有喜歡的話你可以買 但是建議你在台灣做好功課啦 看看大家的推薦跟評價 到當地就直接入手你想要的電器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快速 那電器的電壓呢 差了10伏特 台灣是110伏特 然後日本是100 基本上呢現在的電器大部分是通用的啦 不過如果你的電器會用到很長時間的話 你可以自己考慮是不是要加買一個降壓器 就是從台灣的110伏降到日本的100伏 像我自己之前就有過買日本的Dyson吹風機回台灣 然後我就直接插著插頭吹嘛 結果就燒壞掉 然後我是用英文去跟日本的Dyson的客服信件來回之後是有順利換到一台新的 不過我覺得這應該是特例沒有什麼參考的價值 此外這也跟你家裡的電壓穩不穩定有關係 所以非常的吃個人的體驗啦 所以呢大部分情況之下呢 電器買回來是可以直接用的 藥妝類的話也是非常熱門啦 那當然它會有很多是台灣買不到的東西 那如果是台灣買得到的東西 比方說常見的可能太田味傘啊 或者是龍腳傘 其實這些台灣也有 但是日本價格當然會相對便宜啦 在日本當地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不喜歡比價的人的話 我會建議你不需要特別去一些很熱門的景點 像是上野的阿美恆丁啊 因為呢退稅你會排非常的久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在這些地方可以買到最便宜的某一樣東西嘛 而且你在比方說你在阿美恆丁好 你可能有六家店 那每一家店它最便宜的東西又不太一樣 我建議你如果不喜歡比價 你可以在你居住的飯店的附近 然後你直接上Google Maps搜尋 可能藥妝店之類的關鍵字 然後找到離你最近的 那你去買完之後呢 人潮可能會比較少 而且你直接拿回飯店也比較近 不會帶來東西跑來跑去比較累 接下來聊一下新手應該也有很關注的免稅好了 免稅的對象呢 就是入境日本未滿六個月的短期停留外籍人士 所以你拿觀光簽證的觀光客當然就是包含在這裡面 免除的是商品的消費稅 那日本呢從2019年的10月開始 消費稅都已經調漲為10%了 只是有部分的飲料或者是食品是有維持原先的8% 退色的過程呢很簡單 首先你一定要記得帶護照 再來呢就是你要在有 Tax Free Shop 免稅店標誌的地方消費 一般用品 比方說是衣服類的 跟消耗品 比方說藥妝類的 只要在同一家店 合計未稅5000日幣以上 50萬日幣以下就可以免稅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該家商店呢 用免稅的價格結帳 它會在你的護照上面貼一道堆紙還堆東西 那你也不用管 反正呢你只要記得你在離開日本之前呢 不要去把它撕掉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在百貨公司的話 你就要先 含稅的結帳之後呢 然後你再統一到退稅的櫃台去退稅 好那關於退稅相關的東西 可能還有一些細節 大家可以在上網查查 在日本的大城市旅遊呢 基本上你搭地鐵跟JR就夠了 JR呢就是Japan Rail的簡稱 就像是台灣的火車跟高鐵 那地下鐵的話呢 就像是台灣的捷運 主要呢都在都會區的地底下 但是像京都這個地方 它的公車就很發達 所以如果你是要去京都地區玩的話 就會推薦你可以搭乘公車 好那特別講一下 在日本啊你搭乘大眾交通的話 最常見的交通票卡 就是這個 西瓜卡啦 西瓜卡 在東京啊大都會地區的車站上 基本上都可以買到啦 那現在也有發行外國人先年的西瓜卡 它就不需要500塊的押金 但是呢你只有28天的使用期限這樣 另外呢iPhone它也有支援綁定西瓜卡的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那我剛剛講的西瓜卡是在關東地區使用的 至於在關西地區的話 像是大阪 京都等等的地方 也可以去買一個叫iCo卡的卡 那這個的話就是在關西地區可以使用的 那這個票卡的使用方式啊 就跟台灣的悠遊卡啊 e卡都很像 反正你就是儲值錢進去 那在所有的交通工具 包含了地鐵 包含JR 甚至是公車呢 你都只要用這張卡片 全部都可以搭乘 好那我們剛剛講到了交通方式 交通的IC卡嘛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通勤時間 因為日本尤其是東京地區啊 大家都知道 它是以上下班的時候的這個通勤人潮非常多文明的 所以呢 建議大家搭乘交通工具的時候 可以去盡量避開通勤的時間 那其實差不多就是 早上的7點到8點 跟晚上的6點到7點 那當然 可能 這兩個時段的再往後 也許一個小時 人潮也會偏多 但是可能少一些些 那可以的話呢 大家就盡量錯開這個時段 那如果真的遇到 這個情況怎麼辦 我跟你講 不要害羞 你就一擠就對了 他們都很習慣 因為像 我剛去日本的時候 我一開始通勤啊 早上很擠 我也是有點 不好意思 可是 你到後來就會發現 你如果不擠的話 你真的不用上車 你可能等半個小時也 也不一定會有機會 所以 如果你 你不信 一定要在這個時段 坐車的話 你就是硬擠 就對了 大家都非常習慣 沒有關係 不要怕撞到人這樣 好然後 再來下一點就是 在交通方面啊 你的交通時間 你要抓鬆一點 因為 很多地鐵站 非常的大 非常的複雜 你沒有來過的人啊 非常容易迷路 比方說 你在台灣已經查好了你 今天有一個行程 你需要在新速站換車嗎 但是你光是要找到 新速車站的正確出口 或者是 你今天要打幾號車的 幾號月台 你可能就要找個十幾二十分鐘 你還找不到 因為車站的裡面 其實是沒有辦法用Google Maps 去查的嘛 你只能看上面的路標啊 所以會相對的困難 那如果你是按照上面所寫的 要換車三分鐘 然後結果你找了十幾分鐘的話 可能你的整個行程都要延遲 那如果你第一次自由行呢 就想要去沒有地鐵的郊區的話呢 自駕遊這件事本身就是相對比較Hardcore 所以我們還是會比較建議 你第一次的話呢 可以從東京啊 金板神 或甚至是北海道等等熱門的景點 玩起來呢 做大眾交通工具會比較方便 好那東京的部分呢 可以參考我們推出的各種地鐵啊 或者是JR線的一日遊行程 我們教你怎麼樣做一條線 就可以玩一天喔 所以在這個建議內